从五楼往下眺望 路上只有临停的汽车 看不到半个人影 中国本土疫情再爆发 深圳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 全市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停止非必要流动活动 公车等大众运输也全面停市 当地台商经营的餐饮店全面停工 台干只能待在家 今天开始地铁公交全部都停止 那因为餐饮娱乐业 它的这个打击是最广的 所以我们目前都统一被停工当中 民生受影响 深圳也是台商下游供应链聚集地 印刷电路板PCB厂 新兴旗下子公司联能科技 金城科子公司传疑电脑 也都配合当地政府防疫措施 全市停工检疫 预计20号复工 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 龙华厂观览厂 主要负责开发市产iPhone手机 也暂停营运 实际复工制等当地政府通知 而负责量产iPhone SE3的郑州厂 早已进入作业阶段 影响范围小 总计25家台厂产能停摆 影响电子新品动能 对于这个三月份的营收影响 大概约莫是5%到10%不等 现在好处是因为 郑州厂的苹果订单 大概比较密集出货时间 是在八九月以后 所以目前为止是影响不大 假设这个疫情影响 有超过一个月 或是一个多月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 年底的出货 电子科技产业停工 自行车领组建业者贵蒙 在深圳厂生产 自行车链条 汽车引擎内链 目前停止生产 靠海外通路库存因应 虽然各家大厂 尚未有重大影响 但时间一拉长 恐怕会造成供货问题 这期新闻奖讯的洪伟涛 采访报道